音樂 歡迎收看魚恩街吉他 我是魚恩 你聽過搖滾卡農嗎 你聽過小幸運嗎 今天要介紹的這位 就是以上兩首歌的作者 全世界的吉他手一定都會知道的音樂人 Jerry C 當年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 為了要練會搖滾卡農而開始學習電吉他 每天苦練狂練 就是要把搖滾卡農練會 就讓我們來看看Jerry C 平常都使用什麼樣的吉他 還有這些吉他背後的音樂故事 Let's get it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來拍攝我小時候 我崇拜已久的偶像 也是全世界每一個練電吉他的人 都應該要彈過也聽過的一首歌 搖滾卡農的作者 也就是我崇拜已久的大哥 Jerry C 因為這一季啦 簡單講這一季就是我的圓夢之旅 就是我小時候受誰影響 然後是因為看了誰彈吉他 這一季我是把這些人全部都 招來然後來拍攝這樣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開心可以拍到Jerry C 謝謝 謝謝 好那我們就從14年前的那一首歌 OK 搖滾卡農 對這個來聊起好了 就是當初為什麼會要做這樣子的改編呢 那個時候大概是我大四的時候 大四呢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蠻荒廢學業的 基本上因為我是讀電機系 然後就是電機系的功課其實蠻重的 我那個時候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就很神秘在彈電吉他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學校都比較偏僻 那個時候也是有玩樂團啦 但是後來音樂的機會認識一些老師 就開始教我MIDI編曲 所以我大概大翻大字 那個時候很窄 很封閉 然後每天醒著就在彈吉他 然後就是在摸MIDI編曲 剛好那個時候 因為一個很紅的一個電影 我的也蠻女友 然後他就用到那個很經典的那個 鋼琴配樂 剛好我一方面在玩編曲的 就想說那我就把它 試著改編看看 改變成搖滾狀態的樣子 對 所以那個時候Canel Rock是這樣子出來的 嗯 這首歌出來之後 然後後來被全世界的時候 練吉他的手們 就是爭相的要學要練的時候 你那時候當下有什麼感覺 因為之前不是有一個迷人講過 每個人就是 一輩子都會有15秒爆紅的感覺 對 對啊 我沒有想到會這樣欸 因為那個時候只是覺得好玩 你知道玩編曲 就是練吉他 然後改編什麼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很迷 比如說什麼Define啊 Define啊 因為Muffin啊 對啊 我個人那個時候是走比較 因為Muffin掛 體力充沛所以每天就在練什麼 掃旋啊 掃旋啊 現在我彈我可能也彈不出來 對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那個東西 然後放在網路上 激起大家的那種挑戰欲 挑戰欲 對 那時候真的欸 那時候我以前在練吉他的時候 老師都會丟這些歌給我們 這個練練看 或是彈彈看聽聽看 然後我們一起聽 他說為什麼 他這邊用了什麼東西這樣 我們就是小時候都 大家會分析這首歌 然後每一段是做了什麼事情這樣 那真的是 所有我覺得 練吉他老師們的教材 對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 吉他手練的一首歌 即便已經過了14年 超整 昨天那時候在YouTube搜尋 原版的那個影片 然後我還有看到新聞 然後是2006年 介紹這個歌這樣子 對啊好久以前了 真的真的 時間過很快 好前面聊了這麼多 我們今天就來看 Jerry你都用什麼樣的吉他 來創作你的歌曲 沒問題 來 OK 來 第一把 這一把 這一把 我剛好有說嘛 以前你那個音樂樂曲 嗯 自然就是每一個吉他手 一定會有一把Trade 那這一把我也是在日本買的 在日本的玉茶水那邊買的 會有一個 就是符合吉他手去同心的這個利益 哈哈哈哈 對就是 Custin Shop 對 它也是仿佛 以前六四年的 六四Strade 但是呢 我那個時候其實買這把 因為反正每個吉他手 一定會有一把Strade 其實我對於琴 反而沒有那麼挑剔 嗯 對那這把對我來說 比較特別的就是 其實Custin Shop 而且因為 日本的賣琴 就是大家都很安心嘛 對 因為日本他們就是 對於細節都比較講究 嗯 像比如說 我記得我是在一個Custin Shop專賣店吧 然後他店已經是擺了二十幾把錢 大概就是挑了幾個 比較順勇的來試一試 其實我覺得 Fender基本上只要做到Custin Shop 他的品質基本上都不會有問題 嗯 那我那時候就是看到這一把 就是覺得他的 這個漆面其實是非常的特別 對 可以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有 看起來就像是 他這個漆可能放很久 對 然後他就開始均裂了 好像漆裂開裂開 而且都超漂亮的 對對對 那個時候就是看到這個漆 所以就會覺得 哇這把音色一定很不錯 然後他就拿起來 然後就拿起來 這就是我要音色 欸音色 顏色 後來我就買了這一把 當然這邊也有一點的Ready 嗯 這是現在流行Ready 這是我自己尻的嗎 這是我自己尻的嗎 這是你自己尻的嗎 對對對 OK 接下來這把 Telly 一樣是 每個吉他手一定要有一把的 Telly 對 那這把對我來說 是有個不一樣的意義的 原因是因為 他算是我目前買過最貴的吉他 嗯 他這個就算是Fan的最高等級 就是我們都知道在Custom Shop 他會更高等級 叫做Matterfield 所以翻譯中文就是大師製造 對 那當然因為我對大師研究不深 他這個什麼 Fan 反正是一個大師 對啊 我這把琴是在日本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就是只要吉他手應該都知道 你在日本 Shibuya 的一間 他二手專門一定叫做Niko Niko Kiko 對 對 這個也是我的恩師王老師介紹的 非常可怕的一家店 一個推坑之地 沒錯 你可能去日本旅遊 然後想說我們一定會想要去那種地方逛一逛嘛 對 對 那真的一進去你就很難全村的 對 他進去的氛圍就是 我覺得日本人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講究戲劇 對 我記得那時候我跟我朋友去 反過 因為他不是那麼懂吉他 對 那反過來了 他說你確定 要買一個 看起來 看起來已經破掉的吉他 沒關係 因為這把就真的就是 音色我非常的喜歡 就是很經典的Kerry 而且也是 本命色 紅色 我覺得他的聲音跟Straight最大的差別就是 他們都是走輕量路線的聲音 可是他就是 他就是有一種 你要講會 那種聲音 對 那種金屬敲擊的感覺 就是如果 我們拿Pick 如果真的很用力去集旋的話 然後 然後 就有一種很爽感 對 說不上來的爽感 你有Terry嗎 有 我有一把Terry 喔 我以為你只彈Gibs 我通常 那是破魂 我偷偷練琴的時候 也是都是用 最後跟Terry 對啊 對啊 但是我覺得蠻妙的 可能是因為Terry的聲音太有個性了 然後我反而在錄音的時候 如果需要這種比較輕量的聲音 只要還是以Terry為主 啊 對對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 說不上來為什麼 那你這把通常會用在 什麼樣的歌曲 或者是會 選擇要用他的音樂 可能就是比較偏向像 比如說Left剛剛呢 有點Funk 對啊 而且因為這兩年開始 你會選那種80 復古那種 Disco 然後Disco 他們就會需要那種 比較Funk 可能要帶一點旋律線進去的東西 那我可能就會 考慮使用這一把 對 D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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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把那時候記得買多少 因為這把它是二手琴 我那時候記得是買換算台幣差不多12萬左右 12萬 對 所以很划算 因為這樣算一算大概就打六折 對 就是在台灣那個12萬大概買Costum Shop新琴 對 因為我另外一把Strad就是這個價錢 對 那只是就是全新跟二手的差別 對 可是相較於全新的琴 其實我會更喜歡二手琴 對 因為當然一來就是因為CP值比較高嘛 對 然後二來就是因為有說法就是心情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彈開 彈開 對 那有人就是幫你彈開的 然後又可以買比較便宜 那感覺 對對對 接下來這把 哇 這把就是也是有個特殊的紀念價值 對 古早時期有在Follow我的 以前那個彈Yahong Kano的時候就是用這把琴 對這把 對就是用這把琴 可是因為那也是很久以前了 然後因為我花習慣就是喜歡亂改琴 所以現在的Pick Up的配置跟當初我彈彈Yahong Kano的時候也是不一樣 對 因為Canon Rock那首歌它比較像是那種有一點點metal的放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配置後面是小雙 好像前面也是吧我有點忘了 那是因為後來我就是手仰就把它改成三個都是Single Card 可以聽聽看 那當然會跟那個時候的那個音色又挺不太一樣的 哇 欸這真的是 我覺得像 同年的回憶 對 就是小時候就一直看那個影片一直看那個影片 然後現在喔在面前彈這個感覺 哇超好笑 很久沒拿出來彈還香香的 那這把琴我那時候也是買二手 就是那個時候 但是我彈吉他的整個生涯 第一次買到稍微過一點的吉他 然後這把我記得他的琴號是American Deluxe 對 對 因為我就是有亂改型的壞習慣 他一開始就是滾珠上旋轉 對就是現在我換回男人 他的這個鎖定旋鈕其實蠻方便的 對 他就是鎖上去以後 用後面的這個 喔先把它轉轉 旋鈕把它夾緊就出 就不用換旋轉的時候就不用還要繞很久了 喔 我們已經是Facebook好友很久了這樣 然後我之前就會看你 因為你有一陣子就是在直播教編曲這樣 你在做歌的過程這樣 然後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會開燈放一個派對燈 然後來跟著你編曲的那個過程 在有這個燈的營造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會想要放這個燈在編曲的過程呢 因為你知道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 價值上是有趣的吧 可是你知道我們在一些枯燥發揮 又比較冗長的過程 比如說像編曲啊在想東西 就是常常一天坐在電腦前面很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覺得你是Forey 所以就會想要找點樂趣 那尤其是像比如說有時候 那個時候的工作是 變比較舞曲類的東西 對 就是想說讓自己能夠進入那個畫面感 所以我就準備了一個燈 對就是比如說如果我們今天 要做一些比較舞曲的東西的話 那他就可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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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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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現在拍攝所以燈光開比較亮嘛 嗯 所以有時候一個人就是把自己關著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編曲編一編就三五個小時跑掉了 對對對 然後一個人坐在這邊就是那個空氣故障覺得冷 哈哈哈哈 拍個燈然後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就很像在夜店那樣那樣的感覺 對 非常推薦給所有做編曲的人 對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真的 營造你的VIVE 對對對 像就怎麼變多好天的感覺 MVIVE都對了 哈哈哈哈 欸 剛剛在聊吉他的過程中你其實也有提到就是 吉他其實現在在流行音樂裡面扮演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對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是吉他在現代音樂裡面 他的角色他的定位是什麼 對 其實不管是華語音樂或是全世界的流行音樂也是一樣 電吉他他的重要的角色其實已經慢慢不只僅限於樂團Band Sound的角度 對 因為像我們比較早期的華語的流行歌可能有大量的就是比較Rock Style的歌曲 嗯 那可能會常常出現就是前面的Verse有吉他加了一些Colors 或者之類的那種Clean tone 對 然後可能到副歌我們就給他Oversight 比如說給他吹下去這樣上彈 對Rock Style 有外呢像現在比如說一些很MODEN的風向 比如說Urban的R&B 嗯 或者是Alternative R&B之類的 還有那種New Soul 所以也是會使用大量的吉他的聲音 對 那可能會偏Clean 或者是比較一點點Low Game的東西 對 那很有趣的是這三四年的流行音樂 反而電吉他的比重越來越來越多 而且是在飛搖滾的曲風裡面很大量的出現 對 因為流行音樂本來就是每個時代每個時代他會是 也流行某個東西 對 後來就可能是太多了 所以大概是MODEN 然後換下一個音色出來 嗯 然後我覺得電吉他在這兩三年的比重其實是越來越多的趨勢 嗯 哇 真的我其實今天來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一方面圓了小時候懵懂無知的我 我也很開心 一個夢 第一次看到台灣slash本人 我已經有努力想要擺脫這個稱號了 哈哈哈哈 但就是OK 反正我覺得 我還是得代表就是很多有 因為搖滾卡農 或是因為你的作品開始學吉他的人 就是跟你說一聲謝謝 就是謝謝你創作的這個東西 然後延燒了全世界這樣 客氣 對非常非常謝謝Jerry C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之後有機會我可以聽到更多你的作品這樣 謝謝 當天拍攝的時候 當Jerry C彈出搖滾卡農 我全身都是起雞皮疙瘩的 整個青春時的回憶全部湧上心頭 我真的很開心這一季可以訪問到Jerry C 也代表很多受他啟蒙的吉他手們 向他致敬 你喜歡今天Jerry C介紹的哪一把琴呢 或者是你對這集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跟追蹤DMT Studio的YouTube跟IG 也別忘了加入怡元借吉他的臉書社團 我們會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 獲得本次由海國樂器所贊助的Fender入耳式監聽耳機 詳細的活動辦法我們都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你們的留言我都會看 也希望這集你們都會喜歡 我是怡元 我們下一集見 Bye 這個鍵 臉書 、、